其實這個病人比較特別是因為他兩隻腳都嚴重了突發性關節炎 那過去因為都是霧膿所以他搬很重的東西 有三四十公斤的飼料、肥料還有農作物 所以他一開始膝蓋疼痛都是在用帶藥局去買一些層藥來吃 不過後來他的腳的突發性關節炎越來越嚴重 那核併很厲害的關節變形 那一般我們在看突發性關節炎的病人 後半是像這樣子的一個情況 O型腿居多 90%的病人都是因為內側的膝關節退化所以產生O型腿 那10%是因為外側退化產生X型腿 那這病人特別在這裡 他的右腳他是屬於外側的退化 他變成是一個外翻X型腿 那左腳是內側的退化 他變成一個內翻是O型腿 所以他的腳站起來的時候就很像被風吹一樣 就像風吹歪了一遍這樣的一個情形 那對他最困擾就是他這樣的退化性關節炎 造成他走路中心不穩 所以很容易跌倒 那也因此因為這樣走路姿勢的關係 雖然其實都不太敢出門 也怕被人家笑 那他轉介到我們這邊來之後 因為兩側的不管是右腳或者是左腳 他的關節炎都退化相當嚴重 像這樣的病人呢 我們都會建議是使用這種 全人工的膝關節自幻 不管是內側外側的退化都做膝關節自幻 那把他矯正好之後 我們是希望能夠把他的兩隻下肢 把他矯正成跟正常的關節一樣 能夠是兩個下肢是直的 這樣他走路的步態才會穩定 他才不容易跌倒 除了改善他的生活品質 也可以讓他恢復正常的自信 能夠上街能夠過正常的生活 作詞・作曲 初音樂 作曲 初音樂 很幸運 作詞・作曲 初音樂